继加拿大一所寄宿学校就职 5月底发现215具原住民孩童遗孩 引发全球关注后 美国内政部长德布拉·哈兰 6月22日宣布 美国联邦政府将调查 该国印第安原住民寄宿学校的黑暗历史 哈兰表示 联邦政府将调查过去 对美国原住民寄宿学校的监管情况 努力揭露生命损失的真相 以及过去几十年政府政策 迫使数十万原住民儿童离开家庭和社区 带来的持久后果 另一方面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6月23日表示 该事件反映了加拿大缺乏 面对自己侵犯人权行为的诚实和勇气 此外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真相权特别报告员 土著人权力特别报告员等 特别机制专家曾发表联合声明 敦促家方对此进行全面调查 表示受害者有权获得正义和补偿 留下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在北京等候各位凯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